行政長官梁振英親自回應的女兒梁仲恩遺失行李要由地勤人員 代為帶到禁區的事件 梁振英再一次否認在過程中有使用特權 他和家人亦都沒有向任何人施壓 簡樂希報道 梁振英出席完活毒之後 主動談及女兒留了行李 要由機場地勤代為帶入禁區的事 大家從常理想 如果仲恩想要有什麼特權的話 他一碰到問題 離開飛機起飛前一個小時 打電話給我 打電話給媽媽 我可能會 如果真的要去干預這些事情的話 打電話找航空公司的高層 打電話找保安公司的高層 但我們絕對沒有這樣做 只不過是和前線的人員 跟他討論 如果收藏行李不上機 或者人都不上機 那個後續的安排是怎樣的 當時自稱你是梁振英的爸爸 是 而不是自稱梁特首 沒有 我不會叫自己做梁特首 梁振英不認為事件 暴露了機場保安的漏洞 你可以看到我們的保安公司是非常嚴格的 因此仲恩說 我留下了一件收藏行李在外面 他們要保留那件收藏行李 不可以立即給你 要等遺失行李 遺失物件的有關部門來 然後上級來 然後我也看到 沒有直接跟他們溝通了 我也看到有關方面說了 這件收藏行李都是經過正常的檢查程序 才交給仲恩 所以這個不存在是否安全出了什麼問題 梁仲恩上個月底 前往三藩市的時候 留了收藏行李在禁區外 但梁仲恩沒有按正常程序 親自離開禁區拿回行李 而是要求地勤職員代他帶到登機閘口 LTV記者簡學熙報道